一份公文短短幾行字讓桃園家長心驚驚 全因為有列管的性侵加害人搬來了 還具有中高再犯性 就有管委會跟進公告提醒家長 小朋友上學外出多注意 也有學校特別標註 7點20分後再到校 看看公告範圍 以桃園同安派出所為中心 方圓三公里內涵蓋六間國小三間國中 上下學安全誰來擔保 因為不知道他會不會再犯 這才是重點 如果再犯的話萬一我小孩子怎麼辦 這種人應該要繼續關吧 我覺得針對這一塊真的要再嚴格打關 會不會再犯誰敢打包票 看看今年兒少犯罪一樓框 媽媽講好親欺負妹妹 你承認這件事情嗎 對五罪女童施暴 猥褻性侵還逼女童喝排泄物 這名二老闆遭檢方起訴求處20年 卻在今年交保 固定一週三次報到 同樣讓附近住戶提高警覺 陌生男子突然拉住你的寶貝女兒 拉扯不放手 這是今年8月內湖發生路通案 事後他強制就醫 這個月返回老家休養 鄰居議論也提防 如今對孩童犯罪頻傳 薄薄幾張公告紙是民眾的自救 也是在問政府何時才有作為 記者朋友的網址 桃園採訪報導 相互 siamo